贸易战性亲王藩云赋予高官道破内,不分裂真相熬战趋势,成川普成竹在胸,江泽民军师,前中共常委曾信红旗下媒体南华早报,对中共对美关系问题的报道一天之内,出现两个说法变脸之快令人炸舌。 但川普对贸易战前景,似乎成竹在胸,他在这新的推文中,自信美国将越来越富有。与川普相反中共尽管经济危机爆发,在即却不肯认输,使中美关系演进成熬战趋势。 日前有经关预测,中国习将在明年爆发金融危机,与习近平等高层论调相悖,暴露出中共内部分裂的真相。 南华早报一天之内变脸,在中美贸易战,开打四个多月,后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国家主习近平将于12月1日在阿甘廷G20峰会落幕后共进晚餐并展开双边会谈。 受曾庆红控制的香港南华早报11月29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这次川普与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派对式晚宴,不论双方是否在谈判中取得了突破,都不会有联合声明或者联合记者会。 尽管这与11月27日路透的报道雷同没有新意,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该报一天之内的报道,腔调完全改变了。 一天之前的11月28日南华早报报道称,对于即将到来的川习会,一位熟悉中国政府内部讨论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除了承诺,将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可能将提出处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包括中国最容易做出的承诺,比如承诺扩大开放市场等此前的11月27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对路透表示,白宫迄今对中共的反应感到失望。 库德洛,强调华府与北京在知识产权盗窃,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美方不满的问题上,依然存有分歧。 他放话说,习主席要加紧行动,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庆亲王旗下媒体一天之内变脸如此之快,令人炸蛇川普成竹在胸,美国越来越富有尽管庆亲王旗下媒体变脸之快,但川普却是已不变应万变, 一副成竹在胸的气度美东时间,29日凌晨4点32分,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出一条推文称,因为对中国商品征税几十亿美元流入了美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税战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不想支付关税的话就来美国建厂,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于美中关系演进熬战趋势。 由于中共在贸易问题上,毫不让步中美贸易战,继续展示出敖战的趋势。 中共国际电视台CGTV人中央电视台国际台的记者周二,在白宫就崔天凯的言论。 像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提问。 库德洛回应说,中方最好做他们该做的是,在相关问题上,做出有意义的实质改变。 这样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对这个世界才是好事针对。 11月14日中共官方提交给川普政府的142项提议的回应。 库德洛也回复说,在将中方提议翻译,成英文后,发现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们发现他们的做法没什么变化。 库德洛说同时,中共回应没有包括具体的时间表,以及执行机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有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向美国提供任何东西,只是发出与六个月前本质上相同的老一套提议。 G20峰会,从来就不是一个迫使任何一方采取行动的事件。 现实是中方还不愿意做那么多该人士,还补充说,习近平不想表现出弱势,他可以提供或想要提供的东西并不多双方,都只是在试图走完这个过程,把事情结束掉,以便看看,明年会发生什么金融时报的分析文章说, 现在只要本周的会晤能够在不至于让习近平尴尬的情况下结束他们,中共官员就会自认为很幸运了。 中共正准备迎接新一轮的美国关税,在明年初,实施曾庆红旗下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纳瓦罗不会随川普参加G20峰,会但周三纽约时报证实,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已经授权纳瓦罗随行。 经关言论暴露中共内部分裂贸易战,令中共受伤惨重。 但习近平不久前发表中国经济大海乐刘鹤等,也否认中国经济处于大起大落的危机之中。 宣称中国经济具有承受力云云然而,中共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赫坑, 却对英国媒体路透社坦言明年中国债务违约问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喝坑,趁中国经济明年将遭遇许多困难,包括债务违约问题可能使金融机构的呆坏战率快速上升至15%, 中美贸易战负面影响汇集中显现外贸困难,将进一步加大贺先这次接受路透专访。 是第二次公开谈及中国经济危机,但时机比较敏感。 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中共内部就意见不一。 主战派和主合派,一直在激烈争论。 据编辑部设在北京的中共外宣媒体消息,就如何应对此次川习会,北京内部也曾爆发激烈冲突。 外界认为中共内部有关贸易战对策的巨大分歧,不只涉及中共政权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也与中共内部的激烈权斗。 息息相关阿波罗网络繁合报道。